大家好 这个汉字大家认识吗? 以前我们学过睡觉 睡觉的叫就是这个单词 还有一个发音是感觉的觉 觉 它的意思就是感觉 和这个字组成的单词都是各个方面的感觉 比如说视觉 视觉 眼睛的感觉 看一个东西以后的感觉 听觉 耳朵的感觉 听以后的感觉 味觉 舌头的感觉 也就是吃东西或者喝东西以后的感觉 触觉 触 接触的触 接触的触 皮肤的感觉 皮肤的感觉 这个是 嗅 嗅觉 鼻子 嗯 味道好或者味道不好 这个叫做嗅觉 嗅觉 身体的各个部分 各个器官的感觉 分成这些 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些句子用哪个单词比较好 第一个 狗的什么很强 狗 闻一闻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呀 对了 嗅觉 狗的嗅觉 很强 第二个 感冒会影响人的 什么什么 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 吃以后 嗯 甜的吗 咸的吗 辣的吗 嘴里没有味道 这是什么呀 舌头的感觉 感冒会影响人的 味觉 吃东西没有味道 第三 年纪大的人 什么都不太好 要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那么这是什么呀 耳朵的感觉 年纪大的人 听觉都不太好 和他们说话的时候要大声说话 第四 对于盲人来说 盲人 眼睛看不见的人 盲人来说 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感觉呀 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感觉呀 盲人那么他看不见 看不见 所以什么比较重要 听觉也可以 触觉也可以 两个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听觉触觉都可以 因为看不见 所以他应该听或者是感觉 对吧 第五个 书法在许多国家被认为是一门 什么艺术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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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门世界艺术 比如说书法 比如说画画 比如说跳舞 等等 看以后感觉特别好的 我们叫做视觉艺术 好的 那么今天学的这个觉和不一样的器官组合以后 变成不一样的感觉 好的 今天的内容您明白了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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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